我們希望大家來支持我 來改變台灣 進一回到江湖第一站台南 郭台銘喊出要改變台灣 現在方向更明確了 在臉書提及自己是警卷 卻看到外衣間逃犯殺警案未滿一年 曉政署把九年前夜店殺警案兇手 放到外衣間 只問這就是民進黨給人民的司法 建議嗎 將在七一六站出來表達憤怒 而這場大遊行 侯友宜 郭台銘都確定出席了 兩人有望同台 郭董不可能放棄自己 能做當作的公民責任 只說要把司法訴求講出來 但身為警察出身的侯友宜 隔13個小時才跟上這題 指出好幾位警察弟兄職情遇害 卻不見犯嫌付出符合社會期待的代價 身為一份子極度不捨憤怒 更質疑司法是人權保障還是政治考量 我在館場的節目裡面 我就表示了態度 你把人民當訴訟嗎 我對司法正義是非常重視的 我當選總統一定嚴格解釋 反駁慢慢拍侯友宜難得說重話 而侯國新生法務部聽到了 強調會修法回應民意期許 不過郭董獨立參選風聲不斷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透露 郭台銘當初承諾初選如果輸了 願意接受國民黨安排 列為不分區第一名擔任國會龍頭 無奈表示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國民黨秘書長的真心話 應驗郭董仁不按牌理出牌 TVB新聞劉一句年聲 台北依然采法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